妈妈带着儿子去买鞋 可以双鞋竞要妈妈半个月的工资 他想让老板再便宜一点 可老板看到妈妈半忙的眼睛后 非但没有卖给他们鞋子 反而还从妈妈手里一把抢过 男孩询问为什么不卖 结果老板却瞪了母子一眼 还把他们当作是空气 然后清扫店铺灰尘 恨不得让两人赶紧走 男孩有些生气 可妈妈不希望他惹麻烦 于是带着儿子缓缓走出门 可这时老板却朝两人身后吐了口坛 在一旁狠狠地怒骂 男孩很生气 他紧紧握着妈妈的手 原来妈妈的眼睛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不小心将工厂里的毒素 滴进眼睛里 所以才会导致左眼失明 像这种歧视 妈妈也已经习惯了 可男孩哪里受得了 把妈妈送回家后 男孩一个人回到了鞋店 他抡起板砖对着店铺就是一杂 玻璃顿势四分五裂 老板吓了一跳 男孩也趁机逃之夭夭 为了不让妈妈的眼睛再受人歧视 男孩下定决心 他要给妈妈买一副遮住眼睛的墨镜 可他并没有钱 于是男孩放学后 在厕所门口守候 为过路的农夫逃大分赚钱 为了能给妈妈买墨镜 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干 他还会帮老师打砸 而老师也会给他报仇 男孩把挣来的钱悄悄放入罐子 就等着买墨镜给妈妈一个惊喜 不料妈妈竟发现了儿子逃分的秘密 就在天黑男孩打算进门回家时 妈妈则是一脸怒容地坐在房间里 质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男孩只好撒谎说自己去林子里玩了 接着妈妈让他卷起裤脚 在男孩卷好后 妈妈却在一旁狠狠地教训他 怒骂他挑愤能有什么出息 男孩怒不作声 妈妈很是生气 男孩只好把买墨镜的事情说了出来 可妈妈却更加恼火了 别人说他是独眼龙也就罢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也嫌弃自己 听到妈妈误会自己 男孩也伤心地哭了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妈妈也许并不知道 对于男孩而言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而男孩再也不敢再和妈妈作对去赚钱了 但一些坏同学依然会嘲笑 男孩妈妈是独眼龙 每次有人辱妈妈妈 男孩都会出手 他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妈妈 男孩更加坚定 只要妈妈有了墨镜 就没有人再会嘲笑妈妈了 于是男孩只能拿着之前套分赚的一百块 去选一对便宜点的墨镜 可眼镜店老板看着这些零钱很是为难 虽然他为男孩的孝顺而深受感动 但这些钱还不够成本 他让男孩再加二十块 可这些钱已经是男孩的全部了 男孩只好落寞地折返回家 然而不料他辛苦套分赚的一百块钱 竟被班主任给没收了 老师认定男孩一定是偷了别人的钱 原来这天男孩刚回到班级 就听到富家女说自己丢了一百块钱 他翻来翻去的找 而老师也把同学们聚集在一起 祸口大骂问究竟是谁偷的 男孩惶恐地低下头 因为他的口袋里正好有一百块钱 得知富家女丢了同样数目的钱 男孩很是害怕 因为自己的家庭很穷 带着那么多钱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又不能告诉这钱 是自己偷份赚来要给妈妈买墨镜的 为了避免麻烦 于是男孩偷偷来到兔子窝 他把钱用手帕小心翼翼地藏了进去 临走时不忘把门锁紧 男孩朝四周望了望 生怕别人发现 然而谁知道 却被班长从一棵树后看到了 他急忙向老师报告 放学后男孩去兔窝取钱时 恰好被老师撞到了 老师把所有的零钱数了数 发现树木正好与富家女丢的一模一样 他认定就是男孩偷的钱 可怜的男孩急忙解释 但老师不仅不幸反而更加生气 认为既然没偷又为什么要把钱藏起来 这时富家女忽然开口说道 自己丢的是十张十块钱的纸币 并不是这些硬币 可老师依然不相信 他认为一定是男孩为了避免猜疑 偷偷去商店换成了零钱 男孩说眼镜店老板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偷的 然而老师却根本不听他解释 难道就因为男孩自己家穷 连辩解都不能了吗 老师怒到要请男孩妈妈明天到学校一趟 可他还没为妈妈买完墨镜 妈妈半忙的左眼 大家一定会嘲笑 晚上男孩路过眼镜店看着里面的墨镜时 他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为什么别的孩子什么也不做 就有一百块的零花钱 而自己努力逃分一年才赚到的钱 还被别人污蔑是偷来的 男孩不想去上学了 这样妈妈也不用到学校 也不会被大家嘲笑眼盲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 富家女告诉老师自己找到了丢失的一百块 并不是男孩偷的 原来是自己不小心夹在课本里了 结果气软怕硬的老师非但没有责备女孩 反而平静地让女孩回去上课 丝毫不想给被自己误会的男孩道歉 而男孩也因为富家女的疏忽 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这时男孩的好朋友看不下去了 他要找富家女理论下 一巴掌打了过去 只因为他冤枉了男孩偷钱 那钱可是男孩逃了一年的份才赚的 可富家女仗着自己有钱还想反驳 看他如此欺负人 于是好朋友在全班同学面前 揭穿了富家女的谎言 说他根本没有美国的父亲 他的东西也不是从美国买的 富家女沉默不语很是委屈 而好朋友却伤心地哭了起来 他之前之所以不说 都是因为男孩维护富家女 还理解他一定是因为受了委屈才说谎的 富家女得知真相顿时哭了 他这才知情男孩默默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接着他找到了男孩 并且诚恳地道了见 看到富家女真诚的一面 男孩腼腆地微笑 两人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他们在一起给兔子喂食 一起在林中嬉戏 富家女也并未嫌弃男孩家里贫穷 反倒是和男孩聊得很开心 可突然有一天 富家女的妈妈改嫁给了别人 要带着她一起搬走 尽管女孩很不愿意 但她也并没有决定权 而在离开之前 富家女也在全班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谎言 原来她的父亲在美国去世了 父亲曾经许诺会为她从美国购买一些东西 于是富家女不想承认没了爸爸 这才撒谎说自己的东西都是美国制造 学生们听完后都纷纷感动流泪 接着女孩和妈妈就离开了 男孩目送她远去 此刻她热泪盈眶 为了不留遗憾 于是晚上男孩找到富家女 尽管两人很是难过 但都依旧沉默不语 这时男孩一把搂住了她的肩膀 低声对女孩说了句记住我 并递给了她一根发卡 男孩跑得远远的 富家女看着手上的礼物 这是男孩的真心 就在第二天富家女离开时 他也让同学送给了男孩一件礼物 男孩打开一看 这不正是男孩心心念念 想为妈妈买的墨镜吗 男孩感动地掉下眼泪 接着她从房门走出 望着女孩临走的方向 抹下感激的泪水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愿意为善良的男孩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样的妈妈真的好奇怪 她非常爱自己的儿子 可儿子却把妈妈当成了一个傻子 原来妈妈的智商停留在五岁 但她每天依旧一直守在十字路口 等着自己的儿子放学 男孩每次见妈妈在十字路口等她 都会低着头一言不发 妈妈朝着男孩的校车招手 可男孩却始终不肯下车 她担心大家得知自己的妈妈是个傻子 会被同学们耻笑 男孩很是在意别人的评价 于是她只好等着校车 开出一段距离后再下车 之后再绕到回家 妈妈发现儿子还没回来 她依旧默默在十字路口等着 男孩回家后直接来到厨房 妈妈在锅里早就备好了饭菜 而妈妈一直等到夜幕降临 儿子都还没有出现 但等她回家开门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儿子正在睡觉 但她仍然要为儿子盖好被子 因为她担心儿子着凉会感冒 妈妈似乎已经感觉到了 自己的儿子并不喜欢她 她无声地哭了起来 男孩父亲年过六十在外面打工赚钱 而妈妈虽然智商只有五岁 但她则负责在家起早贪黑照顾儿子 吃完饭妈妈给男孩准备了一双鞋子 由于家庭贫困 她没有足够的钱买鞋 因此妈妈总是为儿子捡别人不要的鞋 哪怕男孩脱下的鞋也有个大洞 但男孩却只能一直穿着 在体育课上 一个学生发现男孩正穿着她扔掉不要的鞋子 于是便在一旁讥讽男孩 在同学们的嘲弄下 男孩垂头丧气地走了 没过多久 班里的人就都知道了男孩是捡别人的破鞋 男孩低下了头 周围的人还在角落里窃窃私语 他们都在背地里嘲笑男孩 就连男孩喜欢的女学霸 都对自己那双破鞋不屑一股 男孩仿佛被狠狠地打击到了 于是在课间操的时候 男孩把她的鞋子扔了 她宁愿吃着脚 翘壳逃血了 在半路上遇到一位慈祥的大妈 大妈把她不要的旧衣装递给了男孩 让她带回家给妈妈穿 可当男孩带着这堆旧衣服正要回家的时候 忽然间 她感觉到深深的自卑感 认为别人的施舍实际就是对自己的嘲弄 男孩一气之下 把所有的旧衣服都扔进了河里 当妈妈看着儿子光着脚时 问男孩为什么没穿鞋 很担心他的脚会因此受伤 可男孩却对妈妈视而不见 接着男孩来到换下的旧鞋钱 重新穿上早上有洞的鞋子 这双鞋虽然破 但却不是施舍也不是捡来的 男孩回家后始终不理妈妈 一直埋着头默默吃饭 这个时候妈妈才发现 儿子并不喜欢自己给他捡的鞋子 他无可奈何伤心地掉下眼泪 第二天 妈妈去了一家鞋铺 买了一双最便宜的鞋子 尽管这样 这双鞋也用了妈妈攒了一个月的钱 尽管有些舍不得 但她还是很高兴的 此时老师在课堂讲课 妈妈提着鞋子走到了窗外 同学们看到这个傻女人都笑了起来 为了不被嘲笑 男孩尽管看到妈妈 也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 这时老师从教室走了出去 这才得知女人正是男孩的妈妈 接着急忙在教室外喊让男孩出来 这时妈妈把鞋子给了儿子 男孩却不屑地甩走了 老师见状也是非常生气 埋怨男孩怎么这么不懂事 让他乖乖穿上妈妈买的鞋 可由于老师的声音很大 导致教室内的同学们都听到了 也是开始不断取笑男孩 男孩感觉妈妈让自己很丢脸 然后一溜烟跑了出去 接着她跑到了树林里 而妈妈也是一直在追赶着她 男孩想让妈妈无法找到自己 于是她爬上了一棵树 妈妈不停地叫她的名字 可男孩却一言不发地藏在了树上 忽然间树枝折断了 男孩瞬间从树上掉了下去 由于过高导致男孩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妈妈着急地要扶起儿子 可他力气太小 都无法将他拉起来 只能用纸巾帮他擦拭伤口 可男孩依然还是昏迷不醒 手足无措的妈妈除了哭泣 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还好这时老师听到哭声过来了 接着把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了整整一天一夜 妈妈在抢救室门口焦急地等着 父亲得知儿子受伤后 于是也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他一直在责备妻子 妈妈也很愧疚 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只能默默伤心地守在男孩床前 他多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快点醒过来 这时男孩缓缓醒来了 看着妈妈默默地掉着眼泪 男孩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这一刻他才知道妈妈是如此的不容易 他已经很久没有正眼看过自己的妈妈了 男孩看到了妈妈脸上的皱纹 想到妈妈为了他所做的一切 男孩一直很嫌弃妈妈 妈妈虽然傻 但为了能够照顾男孩 仍然去学习自己难以学会的洗衣做饭 还要独自下地干农活 虽然妈妈很是辛苦 但他并不抱怨 为了儿子 他什么都愿意 其实男孩也爱妈妈 平时只有他和妈妈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接受他 他只是太害怕别人的嘲笑罢了 男孩很是愧疚自己之前的行为 当他从医院出来后 他再也不怕所有人的耻笑 如果他们愿意笑 那就让他们笑吧 因为男孩可是拥有一位全天下最好 最伟大最爱自己的妈妈呢 他会主动接过妈妈手上的锄头 去帮妈妈分担重地的工作 看着儿子懂事的样子 妈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尽管同学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嘲笑自己和妈妈 男孩也不再低头自卑 而是以优异的成绩回击了所有的嘲弄 过了几年 男孩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考上一所优秀大学 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 虽然妈妈的智商只有五岁 但依旧默默守护给了男孩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是时候该轮到男孩保护孝敬妈妈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愿意给男孩和妈妈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五岁的小女孩究竟有多懂事 她不仅会打扫屋子 而且还可以自己去买菜做饭 只见她拿着精心准备的一张购物单 然后爬上柜台 顺利地拿到了一盘鸡蛋 接着女孩推着手推车来到蔬菜区 踮起脚尖 就拿到了一根大萝卜 此刻女孩口渴难耐 她也会仔细计算一下剩余的钱 然后再决定是否买瓶可乐 最后连账都算好了 不是妈呀不用找了 女孩名叫乐乐 她之所以做这一切 是因为她心疼父亲 父亲马克是一名劳工 而乐乐也会每天都给父亲送爱心午餐 可谁知道 这么爱父亲的女孩 竟然不是父亲亲生的 父亲马克不仅单身 而且还是聋哑人 尽管这样 父亲对她的爱缺失一点都不少 竭尽所能给予她任何东西 在女孩小时候 父亲担心自己睡着 没有听到女孩醒来的哭声 她就会在自己的胳膊绑上一条线 这样才能察觉到乐乐的动作 在她的细心照顾下 乐乐健康地长大 而到了夜里 她还会缠着马克给自己讲个睡前故事 尽管马克不会说话 但她依然用灵活的手语来描述故事 乐乐也被她的手语斗得很是开心 这时马克侧头一看 乐乐已经进入梦乡 而有了乐乐的陪伴 马克也非常开心之足 然而好景不长 两个人一块收拾屋子时 乐乐失足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还把头给摔破了 她躺着无法动弹 乐乐一次又一次地喊着马克的名字 可马克是聋哑人根本听不见 他还在一旁背队忙着做饭 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发现时急匆匆地带着乐乐去了医院 而乐乐也已经失去了意识 好在医院抢救及时 乐乐已经没事了 结果不料医院却发现 马克和乐乐并不是亲生妇女 原来医生经过诊断后发现 两个人的血型完全不符 经过警察不断搜集信息 不久就找到了乐乐的亲生母亲 她是个有钱的商人 得知亲生女儿还活着 妈妈也决定带乐乐离开 这也意味着马克再也见不到乐乐了 好在有律师协助 马克也终于能破例见一次乐乐 乐乐也高兴地飞奔而来 马克告诉乐乐 我们可能要分开了 而且是永远 乐乐得知真相后再也按耐不住情绪了 我被妈妈丢掉 你把我嫁回来 对吗 就像大人 马克含着泪水 他用手语告诉女儿这都是真的 而马克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自己的手语向女儿表示深深的歉意 原来就在五年前 马克从人贩子身边捡到了乐乐 一眨眼不知不觉就把乐乐抚养了五年 可如今 乐乐的亲生妈妈马上就要来找她了 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夫人 乐乐也根本舍不得与马克分开 她只好低声对马克说 这个想法听上去很孩子气 不过对于没有上过学的马克而言 却是个好主意 因为她并不想失去乐乐 很快就打算带乐乐逃离这里 然而不料在没有离开太远时 却被警察给拦住了 马克也因为这件事被关进了监狱 这时妈妈也终于见到了亲生女儿 可对于乐乐来说 眼前的妈妈她很陌生 在妈妈的好说胆说下 乐乐这才跟她回了家 可乐乐的心全在马克身上 她根本无法接受突然出现的妈妈 虽然妈妈为她摆满了一屋子的玩具 但乐乐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只想再见到父亲马克 而好不容易才把女儿找回来的妈妈 看到女儿不高兴的表情 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还好马克的好友 把她从监狱保释了出来 马克想和乐乐再见面 结果妈妈却告诉她不可能 并且她还一口咬定 认为马克就是当初绑架了乐乐的人贩子 最终无情地将马克告上法院 而马克也竭力争取 想要得到乐乐的抚养权 可毕竟对方是亲生妈妈 她根本不会把抚养权交给马克 甚至还要剥夺她与乐乐见面的权利 马克此刻再也按捺不住情绪 直到好几个警卫才控制住了她 而一直无法说话的马克 却在这一刻说出了完整的话 望着不为所动的法官 马克哭着看向女孩妈妈 然而对方却没有搭理她 反而转身离开了 而这一回 马克估计要永远失去女儿了 她知道乐乐不爱吃蔬菜 但为了她的健康 马克会请求厨师特意把蔬菜切碎 然后和肉末混在一起 用来制作可口的汉堡包 只为让乐乐能吃东西 亲妈此刻品尝了一口 她也终于明白 马克为什么那么在乎乐乐 回家后 妈妈拿出胎兆一本正经地看着 心中莫名有些酸涩 尽管她知道乐乐是自己的血肉 但她的心却并不属于自己 看着亲生妈妈难过的样子 懂事的乐乐也善解人意地告诉她 你不要难过了 我和你一起回去 妈妈看着自己的女儿 一脸的不可思议 接着女儿继续说道 马克还有大家在 但妈妈你救我 妈妈虽然很高兴 但却也很惭愧 她也知道自己对马克的行为 太过激进了 最终决定让女儿和马克 体面地告别 到了第二天 母女来到她家并收拾好了屋子 但乐乐还在为自己的傻老爸担心 妈妈在一旁目睹这一幕 她对体贴的女儿 也是感到由衷的行为 马克紧紧地搂着乐乐 虽然很是放不下 但马克却强忍安慰乐乐 如果你想我了 闭上眼睛时就会看到我了 乐乐强忍着笑意点了点头 马克轻轻安抚着乐乐 深深地亲吻她的前额 他们也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离别 乐乐上车时 也不停地向马克挥手道别 马克也在打着手势回应乐乐 可看着看着 马克就已经忍不住哭了 看着缓缓移动的车子 马克停留在原地 在这一刻她也终于情绪崩溃了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伤心过 在马克心中 乐乐虽然不是亲生 但却比亲生还轻 一时间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生死历劫地哭着 好在过了两天 马克这时突然收到一封信 是乐乐妈妈寄来的 里面是一张团圆的机票 故事圆满结束了 你愿意为善良的马克和乐乐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女孩对狗狗很是恐惧 每当她路过邻居家时 狗狗都会对她大声狂叫 外婆说这只狗是为了保护主人 并不会伤害别人 女孩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可一路上却依旧忐忑不安 过了几天后 狗主人也因病彻底离开了人世 狗狗不忍主人就这样被推走 工作人员没办法 只能将担架推了出去 但狗狗仍然在后面拼命追赶 在主人离开后 狗狗也不再对任何人狂叫了 每天都默默地蹲在门口 盼望主人能够回家 第二天 女孩觉得她很可怜 然后给了她一串丸子 狗狗却仍然伤心不吃不喝 又过了一天 女孩给她拿来了一串肉 可狗狗仍然不理她 到了第四天 狗狗无力地趴在地上 对女孩带来的香肠仍然不感兴趣 女孩只好轻轻安抚她 到了第五天 狗狗也终于肯吃女孩的东西了 女孩很高兴 就当她离开不远时 突然发现狗狗竟跟在身后 女孩俯身叫了生狗狗的名字 狗狗也乖巧地跑到她身边 接着女孩把狗狗带了回家 为她洗了一澡并且带上了狗牌 从此以后 狗狗每天都会跟在女孩身边 陪她一起去公园锻炼 陪在女孩身边学习 去取钱的时候也可以充当保镖 每天狗狗都会跟着女孩去车站 等到女孩放学后 就会在车站迎接她 这天晚上 狗狗莫名地大叫起来 女孩的爸爸开门一看 原来是家里的店员着火了 幸亏被发现得早 否则后果很严重 女孩高兴地轻抚着她表示感谢 第二天狗狗把女孩送到车站后 女孩放学却没有发现狗狗迎接她 而在不远处 一大群人围观正在看着什么 女孩走上前去 普通跪在地上 原来是狗狗在等待她的时候 发生了交通事故 接着女孩赶紧抱起狗狗前往医院 一边哭一边喊着狗狗的名字 希望她坚持住 可当她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的门却是关着的 不管她如何敲门 都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治疗 狗狗也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女孩只能抱着狗狗嚎啕大哭 最早她非常讨厌狗 但看到狗狗如此忠心 就决定领养她 不知不觉女孩早就把她当成了一家人 也让女孩对狗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过了两年后 女孩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每天24小时都会在医院 只为不让再更多 像她曾经一样爱狗的主人带有遗憾 让我们一起为女孩点个赞 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感动 无家可归的狗狗正为食物发愁 就在这时 一个送餐小哥提着两个袋子正要送餐 接着狗狗利用香蕉皮 给送餐小哥设下圈套 小哥一不小心就被绊倒在地 一串牛肉也从袋子里掉落下来 狗狗本以为能吃到肉串了 不料小哥竟把肉串捡了起来 无奈之下 狗狗只好可怜巴巴地望向小哥 小哥见状于是把肉串扔了过去 接着还问狗狗这个小区应该怎么走 狗狗吃完肉串来到小哥身前 对着他叫了几声 然后便在前面带路 第二天 小哥准备给狗狗倒血 专门为他准备了食物 昨天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可就在他准备吃的时候 几个路过的大妈吓跑了狗狗 大妈议论纷纷 说这条狗很是怕人 这几天也有不少人过来想抓他 但都没有成功 当小哥送餐离开时 不料看到门口有一群人正打算抓狗 到了晚上 他们就在小区外面等着 因为狗狗天天来找食物 他盯着笼子里的食物 眼中满是渴望 但警惕的狗狗没有进去 反而离开了 在一次思考之后 狗狗又打算进笼子吃东西 就当他前一只脚准备踏进时 男人就准备按下遥控器官上门 好在这时 一个酒瓶被人扔了过来 直接就把狗狗吓得落荒而透 第二天 送餐小哥又为狗狗准备了一顿美味 还给他起了新的名字 就这样狗狗也成为了小哥的助手 每当小哥送餐找不到地方时 他都能指引小哥前进 但是这一幕却被那几个想抓狗的人看到了 接着他们伪装成送餐员骗过了狗狗 好在这时小哥来得快 把狗狗给救了下来 不过狗狗却已经不信任小哥了 接着抓狗的那群人和小哥来到附近一家宠物店 小哥听完店主解释 这才得知抓狗那群人都是他找的 要是这只狗还没被抓住 他极有可能被狗贩子抢走 狗狗的名字叫巴顿 曾经也有过主人 主人是一名邮差 他们天天一块去送信 因此狗狗对这里很是熟悉 但是一年以前 巴顿的主人由于一场大病 就把他寄养在宠物店了 可谁曾想 主人这一走却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而巴顿每天都在附近等着 就是为了寻找他的主人 后来巴顿失踪了 当发现他死 巴顿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从此变得很是怕人 而且身上也有不少的伤口 店长认为一定是有坏人 他才会变成这样的 为了不让巴顿被坏人带走 于是他们商量出了一个计划 店主把主人仅剩的一套衣物交给了小哥 接着他们又请来了十多个好心人士 在小区里面提前布置圈套 而小哥则负责在附近转悠 直到巴顿出现后 小哥假装向狗狗问目 而善良的狗狗一如既往地在前面待怒 当他进入包围圈的时候 所有人也快速将路堵得严严实实 当狗狗看到了小哥离开后 他便打算离开 可却发现四面八方都被封住了 所有人都用大网去抓他 突然此刻 外卖小哥换上了主人曾经的工作服 映入了狗狗的眼帘 而巴顿也仿佛是见到主人一样 他在原地愣住了 接着小哥为他开了一条路 然后对巴顿说 大家并不是存心要害你的 我向你保证 别走好不好 巴顿朝旁边看了一眼 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主人 主人也似乎想让他和这个小哥在一起 看着眼前善良的小哥 巴顿的内心无味杂陈 接着小哥缓缓张开手掌去呼唤他 而巴顿有些动容 此刻他终于再也按捺不住 缓缓朝小哥走了过去 接着站在小哥的腿上 小哥轻轻用手抚慰着巴顿 最后小哥的诚意让巴顿感动了 让他对人类有了新的信任 重新获得了爱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愿意给全天下善良的狗狗点个赞吗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学渣男孩写了班主任许多坏话 还在全班之下念了出来 朱老师非常严厉 他总逼着我被作文悬 可是就算我背下来一改经 我还是不会写作文 每个人都咧嘴大笑 可谁知道 学渣黄沫一直都很胆小 根本不会自己写作文 老师以为他在质疑自己的教学方式 黄沫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接着读作文 老师很生气 把他的椅子拉到前排 让他坐在教室的最前面 还在黑板写字罚他值日一个月 可第二天早上 没想到黑板的字竟然被擦美了 老师很愤怒 觉得一定是黄沫擦的 这时老师没有预料到 全班第一的学霸李简单也举起了手 老师没喊他 继续让其他人起身 李简单仍不放弃 右手仍在高高举起 老师见状无奈 只好喊他发言 这时老师彻底愤怒了 罚他和黄沫两人一起罚站 两人成了大家眼中的异类 因此会经常在一块喝汽水 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可只因顶撞了老师 两个人也进入了光荣榜 并罚值日一个月 黄沫有些不自信了 这天他在帮班上所有人呈和饭 可就在这时 老师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殷勤地送给他牛奶 并极力劝告黄沫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他着想 所有人都下课了 学霸李简单很快擦完了黑板 催促黄沫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黄沫却很生气 原来老师之所以给他牛奶 就是为挑拨两人的关系 现在黄沫非常憎恨学霸李简单 觉得是因为他学习好 所以有资格和老师顶嘴 而自己身为学渣一文不值 这天的一次语文考试作文 学霸李简单在作文痛诉班主任的不好 监考老师看到了 还有作文里的内容 都是在写老师针对他们的过程 我没加编 我写的都是事实 是吗 你以为其他老师看到了你作文 就会对我谴责是吗 我就是觉得因为这件事 您把我们做的只是不对 为公正起见 老师征求学生们的意见 并质问黄沫自己做的对不对 您这么问谁敢吭声啊 因为再次开口 这下又惹得老师发火 你迟到 接话查 不穿教服 也是我的问题是吗 这不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 叫你特殊是吗 我没那么觉得 你就是觉得自己聪明 你就是想划众蛆虫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的小心思 李简单迟疑了一下 又一次说出了真相 你这才刷小心思 老师气冲冲地离开 班长连忙跟上 黄沫回头望了一眼李简单 神色很是复杂 中午他给大家收拾着盒饭 这样的行为 老师也连声称赞 并叫黄沫以后每天都帮大家乘饭 一旁的班长也趁机讨好 以后黄沫的学习 你一定要多多帮助 仅此简短的几句话 老师也是彻底折服了黄沫 而整个班级的矛盾 老师则转移到李简单的身上 李简单也在全班同学中被排挤 在所有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怪胎 老师为了拆散他与黄沫的友谊 甚至还提议让黄沫当劳动委员 这让黄沫很开心 这是前所未有的荣耀 而李简单已经看透了 所谓劳动委员 就是老师想让黄沫一直打扫卫生罢了 至于那个所谓的班长 就是为老师服务的狗腿子 班长很极度李简单比他成绩好 于是有一天 李简单与黄沫正在下象棋时 他趁机向老师告状 老师来到两人跟前 接着直接无事李简单 单独指责黄沫不应该在课间下象棋 这是课间 天天都有人下 你想想 你把时间都放在下棋上成绩能好吗 不必影响我学习 你们看 有些同学就是因为自己学习好 觉得可以影响别人 他学习不好 跟我什么事 被最好的朋友孤立 黄沫气呼呼地站了起来 他再也受不了了 老师得逞后怼意洋洋地走了 班长跟在后面 黄沫与李简单的关系越来越远 没有人和他一起下象棋了 也不会有人和黄沫一起吃饭 李简单坐在长凳上 觉得白天的话有点过分了 刚思索如何跟黄沫道歉 黄沫就来了 上来丢下一袋饮料 接着匆匆离取 在老师的山洞下 这下两个人谁也不欠谁彻底决裂了 这天李简单因为上课迟到 老师并未在课堂当众批评 反而则是在下课时 轻描淡写地说出处罚 黄沫听话地站到讲台上准备写 李简单连忙阻止了他 黄沫 你真的要嫌 黄沫 你别理他 正义 现在不是你欺负他的时候啊 猪狼说了 都是你把黄沫带坏了 黄沫 是吗 你真的想和他们一块欺负我是吗 我没想听 你猪狼让我 猪狼让你嫌你就嫌 猪狼让你买饭盒呢 你觉得你天天买饭盒 别人就乔要欺你了 该不会写都文号也不会写 听到这些话 黄沫彻底愤怒了 李简单立马上前阻止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这时班长故意大声嚷嚷 李简单打人了 所有人这下纷纷站黄沫一边 一起指责李简单 他不是对手 只能跑出去 一群人追了上去 即使是憨厚的黄沫 也在后面跟了出去 李简单急忙上楼 藏在四楼的一个女厕所 这番急躁的话 又让黄沫暴跳如雷 他手持扫帚向前冲 却不小心推到了李简单 这下老师达成目的 班上的异类没有了 每个人都变得很有秩序 而他们不曾发觉 又有新的异类悄然而至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根据现实生活虚构的故事 在老师眼里 无论是学渣还是学霸 只要与集体不同 就会沦为班上的异类个体 但老师处理方式过于极端苛刻 如果你也在班级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那么你会怎么办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希望大家在看见被孤立的人时 都能伸出援助之手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正义美好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